腾讯新闻 一线作者孙春坊 据路透社周一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 不得向外国人销售 森林城市是中国开发商 碧桂园 在马来西亚 开发的一个超大项目 位于马来西亚荣佛州 毗邻新加坡 路透社报道着 马哈蒂尔表示 我们不会给那些来购买和居住 在森林城市的人提供签证 我们反对的理由是 森林城市这个项目 是给外国人建造的 而不是给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没有能力 去购买这个项目的房子 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 下车马新社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据马新社报道 马哈蒂尔在吉隆坡的一个 城市4.0和商业4.0会展的活动上对媒体表示 他反对的外国人建造一个森林城市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森林城市未来盖成的房子 不允许卖给外国人 马哈蒂尔今年来长期反对森林城市项目 在今年5月的一个场合 马哈蒂尔表示 我希望森林城市真正成为一个森林 他的居民应该是费费和猴子们 对此 碧桂尔发明着 网查杨国强对森林城市的回应是假的 杨国强迄今并没有 有对森林城市向外国人建售 的说法表态 商务公司将发布正式声明 今日早间 碧桂尔回应森林城市向外国人建售 蒋家大当地投资不会退出